对于上班族来说 特别是家离工作单位距离比较远的朋友来说 早起家通勤 应该是不少人心中的痛 没错 最近在线旅游平台协程集团 就推行了一种新的混合办公制度 每周要固定一到两天 可以由员工自己选择在哪上班 具体怎么操作呢 就是说每周有这么一两天 根据不同部门的管理需求 符合条件的员工可以自己选择办公地点 可以在家 也可以在咖啡厅或者度假酒店等等 而且重点是 协程方面表示说 这种混合办公制度将覆盖集团的全部员工 不分男女不分职岗 不做薪资调整 听听啊还能带心在家上班 在度假酒店上班 不少网友表示这也太爽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何能在不经意之间 让自己老板也看到这个新闻呢 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是持这个相反意见的 说在家办公呢 就意味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更加的密不可分了 那从此呢就再也不分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了 而且呢 比如说家里有条件呢还好啊 万一家里有一个学龄前的孩子 或者是需要照顾的老人 那这样的话在家办公就根本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所以说这混合办公到底是否可行呢 学生公司表示啊 这次推广不是心血来潮 2021年8月开始 公司呢就组织超过了1600个人参加了混合办公的实验 将近半年的实验过后 结果是员工参与的意愿上升到将近六成 在绩效无明显影响的情况下呢 离职率下降了约三分之一 具体到个人身上啊 有员工表示呢 自己是去年9月参加实验的 作为一个机票事业群的设计师 他发现啊 在远程工作的时候 对方呢通常会先跟他预约沟通的时间 这样呢让他更容易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也更容易专注而不会打断 而且混合办公呢 确实也是节省了通勤的时间了 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睡觉了 这就连化妆品都省下来了 在员工调用当中呢 近六成支持者投票最高的三个理由是啊 减少了通勤时间 时间利用更有效率 便于平衡工作和生活 而且幸福度高 工作上也更有创造力 那么至于大家关心的绩效问题啊 在年终绩效结构当中呢 结果当中啊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们往大了说 每周两天由员工自己来选择 适合自己的办公地点呢 其实也能提高效率 减少交通堵塞 通勤压力逐渐变小了 那考虑到交通的高价房 也没有必要买了 那另外呢 这种办公方式也能方便员工照顾家里嘛 有利于家庭和谐 这么看上去的啊 似乎呢是企业员工和社会多益 但实际推行起来呢 也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啊 对 比如说这种方式呢 也会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 随时有人在家办公 只能通过远程视频办公 肯定呢不如面对面的交流 更加高效呢 而且也不方便管理 还有新鲜的网友指出啊 如果混合办公 那么交通补贴啊 就餐补贴和加班费 这个还有吗 所以说嘛 自选办公地点 利弊可能还是要因人而异 因这个工作性质和行业而异 那些不需要很多内部协调沟通的 不需要用到特定设备的 或许来说合适啊 但是对于其他公众来说呢 在家办公 自主选择办公地点 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混合办公效果如何 仍然有待观察啊 各位 你知识会合适合办公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